亲爱的小朋友,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力气很大的人有什么要注意的事情呢? 诗诗记第十六章,我们看到一个力气很大的人叫做参孙 他到外邦去看到一个坏女人,就喜欢这个坏女人 而他的敌人就找机会在旁边埋伏,想要来攻击参孙 后来参孙知道之后,哇哦,他很生气 于是把那个门都拆下来,而把门扛在肩头上 一直走走走走走,走到一个山顶上 哇,他力气这么大,敌人都吓坏了 没有人敢出来攻击他,伤害他 后来又发生一个事情,他又喜欢一个女孩子 叫做大里拉,敌人知道之后 就想透过大里拉知道参孙的秘密 把好多钱给大里拉说 你去偷偷地问,到底为什么他力气这么大 来告诉我们,我们就给你好多好多钱 大里拉,拿了钱就起来 不断地问参孙,你的力气从哪里来啊 参孙要打发他 于是就说,哦,你拿青色的绳子把我绑起来 我就没有力气了 没有想到绑好的时候 一下子,他又把绳子都脱落了 第二次,他说你用新的绳子把我绑起来就好了 他一下子又脱落了,哇,他力气真的很大 第三次,他说你把我的头发绑起来 我就没有力气,哦哟哟 没有想到一下子就把这些都脱落了 后来,大里拉不断不断问 他受不了,于是把他真正的秘密讲出来 他说我的力量就在我的头发 因为我跟神立约,拿信任人之约 就是不理头发 这是我力量的来源 而大里拉就把头发给理掉 而接下来,敌人就来了 而参孙以为他还有很大的力气 没有想到他失去神的同在 失去力气 他被抓住 他失明,而且被迫成为奴隶 好惨好惨 后来,时间一天天过去 他的头发渐渐增长 他的心也在神面前悔改 有一次敌人嘲笑他 把他拉出来,要戏弄他 于是参孙在神的面前祷告 求神眷顾我 给我这最后一次的力量 让我来报仇 于是他用力一报 就把柱子弄垮了 哇,整个房子垮掉 三千多个敌人就死亡 参孙也死亡 他的家人都好难过,好伤心 他的确胜了很多的敌人 但是很可惜 他是一个悲剧英雄 他自己也过世了 这一章的要节 是参孙求告耶华说 主耶华,求你眷恋我 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 使我在非力士人身上 抱那弯我双眼的仇 是的,参孙最后悔改 在神面前呼求 神怜悯他,给他力量 但是我们看见 真正力气大的人 要用我们的力气 是遵行神的话 是做正确的事 而不是交错误的朋友 落到最后被刑罚 可怕的结果 我们来祷告 恳求神帮助我们 神是我们的力量来源 愿我们所得着每个力量 是认识耶稣的力量 是爱耶稣 跟随耶稣的魄力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力量不伤害人 不欺负人 而是起来保护人 遵行神的话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Amen